今天我们简单聊一下长照险一点都不保险 不如自己投资最保险 James老师好 想请教以下问题 我父亲不懂投资 在我小时候时就帮我买很多保险 保险细项我没好好去看 现在我长大了 父亲也退休了 我才了解到很多保险已经不需要再缴费 我父亲已经缴完了 但是有一项保险好像就是长照险 现在问题是父亲退休了 退休金收入当然不能跟在职的时候相比 所以现在每年听说是要帮我缴纳一万台币左右 我个人不喜欢这个保险 我宁愿去投资00662 但父亲会觉得我长大了 他也退休了 我应该付这个钱 让我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我如果跟他说就放弃这项保险吧 之前保的当作做公益 他听不下去觉得很可惜 遇到以上状况 另外我父亲不只帮我买 也帮所以有兄弟姐妹投保 所以每年要缴纳的费用更多 遇到这状况我真的很难为 不知道怎么处理 再麻烦 James老师指点迷津 万恩感谢 你可以不要缴你自己的 其他的人 包括你父亲 你可以解释给他们听 为何投资胜过买保险 让你父亲和兄弟姐妹知道自己有钱最保险 我母亲本身就是保险从业人员 她不只卖保险 也帮自己和我们兄弟买了保险 后来母亲做保险到五十几岁退休时 母亲会希望小孩子自己缴自己的保费 我才知道她也帮我们买了一些保险 当时我就建议全部解除 全部赎回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加上母亲退休金 其中拿一百万台币放到她的投资账户 我帮她理财投资 到了母亲八十岁 刚好可以照顾母亲和父亲费用 和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 你可以跟父亲说 你不需要这保单 你投资赚钱比这保单更保险 你可以请父亲要保人解约 你自己也可以解约 但要通知要保人就是你父亲 所以就算你自己去解约 你父亲也会知道 你跟父亲说 解约后将资金做投资 加上每年一万做投资 还是比较好 如果你父亲不解约 你可以拒绝缴保险金 你们兄弟姐妹也可以聚缴 让你父亲思考为何你们都聚缴 如果你们现在停缴赎回 假设可以拿回两万 加上每年缴一万 持续投资二十年 之后不再投入资金 再持续投资十年 三十年投资资产 可以达到三百一十万 且你一年缴一万 到时就算符合长照资格 一个月也领不到一万 就算可以让你领十二年 总共最多也只领一百四十四万 你自己投资 都可以拿到三百三十多万 每年再增值三十三万 差不多一个月有三万 且永远领不完 且本金都还在自己口袋 怎么算长照险就是不划算 一般长照险理赔认定很繁杂 如下贴文 以下内容转载自 长期看护险保费高 聪明规划替代方案金周刊 首先 以认定标准来看 长看险的功能 主要在照顾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的人 而各家保险公司 在认定长期看护状态的标准 就各有不同 在失能定义上 多数保险公司会以六项标准来评估 分别为 无法自行进食 穿脱衣服 走动 自行起床 沐浴及乳侧 有些保单规定 在六项中必须至少符合三项 才符合理赔标准 或是时常处于卧床状态中 其六项中至少符合两项 才达到理赔标准 认定复杂 即使身体不适 但能自理起居 则不给付 以八式量表来看 有些保险公司在认定保护能否自行进食时 会认定五分就符合 有些则是零分才符合 分数愈低 情况愈严重 严急于此 我们不难发现 不仅各家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认定上 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 要符合长期看护的给付标准的难度也颇高 就以最近由真人真实改编的电影陶姐剧中状况来举例 陶姐在第一次中风后 日常起居 行动都明显不变 需他人看护 除了刘德华饰演的Roger 陶姐并没有其他亲人可究竟照料 Roger才只好将他送到安养机构 很显然的 陶姐的身体状况是需有人看护照顾的 但以她的实际状况来分析 进食 起身 沐浴 如厕等 她都能自行完成 因此 即使陶姐的处境堪连 但若她有投保长看险 并想申请长看险理赔给付 恐将失败 然而 在给付前 保险公司都定有免责期间 一般为90天 也就是说 撑过了这段三个月的观察期 仍维持在虚长期看护状态 才能拿到给付 此外 患者还需每半年或每年回到医院诊断 若仍符合长期看护标准 才能继续请领给付 长期下来 不管对患者或家人来说 都是辛苦的考验 以上供大家参考 并思考你是如何做正确财务规划最保险 如有有更多想法 请在下面留言分享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Gymes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分享